全油管最快新闻 下化线黑神话 悟空登顶Steam全球热玩榜 在线玩家突破114万 下化线8月20日 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 上午10时正式上线 截至发稿时 这款游戏在Steam平台的同时 在线玩家突破114万 超越CS2登顶Steam热玩榜 下化线黑神话 悟空的故事背景 源于经典名著西游记 玩家将扮演一位天命人 为了探寻昔日传说的真相 踏上一条充满危险与惊奇的西游之路 下化线8月20日 澎湃新闻记者查询游戏科学官网显示 目前游戏共四个版本 分别是售价268元的数字标准版 328元的数字豪华版 820元的实体豪华版 和1998元的实体收藏版 可以提前预购 不过实体版均已受庆 下化线公开资料显示 黑神话的开发商游戏科学 成立于2014年6月 其创始团队成员全部来自腾讯 在创业初期 游戏科学曾获得来自英雄护鱼的投资 据天眼查信息 目前游戏科学的实控人为冯继 持股比例38.76% 第二大股东为深圳市游科互动企业管理中心 持股比例27.36% 实控人同为冯继 这也意味着冯继作为游戏初创团队 持有超过66%的股份 除此之外 英雄护鱼通过旗下天津英雄金控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19%股份 腾讯通过旗下子公司 持有5%股份 值得注意的是 华裔兄弟持有5.7%英雄游戏的股权 20日华裔兄弟一度涨超10% 下化线 下化线此次黑神话 悟空登顶Steam全球热玩榜 突破114万在线玩家 证明国产游戏在国际平台上的竞争力 和市场认可度在不断增强 这也表明 游戏科学作为新兴的游戏开发商 不仅能够在国内取得成功 还能够在国际上颠覆传统 创造新的成功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华裔兄弟股价涨超10% 这可能与黑神话成功登顶Steam全球热玩榜有关 下化线 订阅新闻急速地 最先知晓天下史